如果你选了韩国美眉 你就不能再吃马来西亚的食物的话 你愿意交换这个条件吗 好 很难 哈哈哈 不难 这个很难 韩国的美眉 跟马来西亚的女生 你会选择 韩国吧 韩国的 马来西亚 嗯 你纠结的原因是什么 两个都要啊 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吧 为什么你不喜欢的 你不喜欢 因为我觉得他们很瘦很白 就是还蛮有点女生 哦 OK 所以你是比较喜欢 muscular man 一点黑一点的那种 比较阳光型的 这样你知道彭于晏是谁吗 知道 彭于晏你OK吗 那种 OK 哈哈哈 很难沟通嘛 就因为韩国人的话 我不会说华语 不会说韩语 如果撇开这个 Saraangheyo 这个韩语的部分啊 只是单看他们的这个 人的话 你会选 我还是要选马来西亚 比较真实一点 因为韩国出名就是 你们懂了吧 哈哈哈 我会觉得 比较会打扮 然后化妆上 会比较好看 所以你觉得 马来西亚的 没有这样会打扮啊 我会比较喜欢韩国风吧 就比较近嘛 这个就比较远 所以纯粹是因为 距离的问题而已啦 呃 不是啦 不是啦 你不要欣赏 马来西亚女生的什么 不是 如果你选了韩国美眉 你就不能再吃 马来西亚的食物的话 你愿意交换这个条件吗 好 哈哈哈 不能啦 这个很难 最不舍得的马来西亚食物会是 make it goreng bun 呃 不ok 所以你是绝对不会为了爱而牺牲食物的 对 韩国的食物跟马来西亚的食物 你会选择 韩国 这个反而选韩国 你自己比较偏爱的会是 烤肉 还有 食锅饭 可能我从小在这边长大已经22年了 我已经有点闷了 我还是选择 比较喜欢吃国外的食物啦 你会不会因为爱情而选择 离开马来西亚的国家 而跟他一起 越中高飞 不会 最大的顾虑会是什么 家人朋友吧 所以是要跟你在一起的话 就死死要留在这边 对 我也深思考虑了很久 我答案好像是会耶 为什么你会决定飞出去呢 因为我觉得 两个人在一起根本就很不容易啊 那么难得在一起哦 我觉得 这样子会有一个不一样的爱情吧 可以大家有 制造更多不一样的回忆 好 这样子我们就wish他 真的是可以找到一个啦 耶 你有可能会为爱而选择移民吗 诶 还没想到 如果现在就要你想他先拿着枪逼你的话 跟我过去新加坡 丢下你爸爸妈妈过来 诶 不可能 很可能会吧 那你过年记得回来看爸爸妈妈哦 一定一定一定